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敦匹利是马六甲王朝的著名宰相 他是发展马六甲的主要工程 本课阐述敦匹利的职责 敦匹利担任宰相时 马六甲王朝进入了辉煌时代 敦匹利是百官之首 苏丹顾问 外交首领和军队统帅 作为百官之首 敦匹利必须一 在苏丹生病或出国时设政 二 在苏丹的预旨下执行行政任务 三 确保马六甲法律得以执行 设政的意思是 代替君主处理国政 身为苏丹顾问 敦匹利有责任在行政事务上向苏丹建言献策 并建议苏丹依据伊斯兰教教义统治国家 建言的意思是 提出建议或意见 献策一旨 献出计策计谋 身为马六甲王朝的外交首领 敦匹利必须处理外交事务 如与中国和仙罗的外交事务 并接待外国使者 如迎接巴塞和中国使者的到来 此外 他也必须派遣代表团到仙罗建立邦交 外交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的各种活动 如谈判 访问 参加会议等 兼任军队统帅的敦匹利曾经协助苏丹满肃沙 扩张马六甲王朝的版图 他也成功打败当时被先罗管制的彭亨 另外 敦匹利也曾协助巴塞苏丹平息内战 反图的意思是 国家的领土 疆域 敦匹利是马六甲王朝的著名宰相 他身兼多职 表现卓越 为成就辉煌的马六甲王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第四、「二十五甲王朝扮演修行年代入三岳亚二十六甲王朝途 感谢观看